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大升 国企指导上星期升了6.5% 今个星期升了4.8% 今天普遍亚洲区都做好 而欧洲晚上开市都在说升市 整个星期都在冲击中央那边继续放水 大家看到人民银行继续逆回购的操作 亦是盛传中国国内的大型基金入市户 包括这些社保 溶楼基金 所以在假期前走势来说毫无疑问 都是比较上偏稳的 今天例如其他的大型股 例如汇丰传统这些 都升了3.7% 收保64.5毛半 而一些中资的保险股 例如中国泰保或中国人寿 都升得挺不错的 我相信战到今天 假期前应该一些短线炒家 亦都会部分离场 至于譬如说今天那个位置 亦都很接近上年第四季的小商顶 大约是20,028点左右 我相信因为市况逐渐改善 始终今年来说是农年 所以我相信市况 今个月是保持着先低后高 如果持续成交的话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可能假期回来 亦都会有机会 升一升穿这个小商顶 不过我相信 因为这个小商顶来说 之前都遇到挺大的阻力 所以今次上去 我相信亦都会有一些回吐压力 假期前有一些数据 汇丰亦都公布了中国制造业 PMI的数据 但其实这个数据仍然 都是在50楼下 48.8的 因为制造业的活动 连续三个月都是收缩 其实进一步显示 那个经济是会有一些放缓 但回来也这样看 因为预期 那个经济稍为 全球都是比较差 所以中央会有一些政策措施 会松绑出台 去稳定经济增长 亦都预料 因为整体来说 2012年的通胀压力 会比上年来说 大幅放缓 虽然之前大家估计 会减存款准备金 但到今天都未减 但应该这个趋势 仍然会继续 最后宋兔迎龙 在这里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祝愿各位 和你们的家人 在农年里 身体健康 步步高升 和生意兴隆 至少 要多少 失识